湖南一乡村男子迁移祖坟 竟意外获得珍贵陪葬品 然而专家鉴定后却要将其上交 男子为此大动干戈 为何男子祖坟的陪葬品要被上交呢 难不成男子祖坟上的陪葬品是文物吗 这天傍晚 村民老徐为了继续迁移祖坟 像往常一样来到坟地搬迁 可是刚到达现场 就发现自家坟地竟然出现陌生人 对方来到这里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为了挖掘坟地中的陪葬品 老徐虽然很想上前制止 但又害怕对方手持力气 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命 于是他就大声呼喊 希望能够有人来帮助自己一同抓捕盗墓贼 可对方一听老徐喊人 撒腿就跑 眼看挖掘自家祖坟的贼要逃跑 老徐也顾不上那么多 直接上前追赶 谁知刚没跑两步 就摔到地上磕破了腿 不过了老徐被没有放过搜查 因为自家祖坟搬迁的事情 他只和亲戚们说过 况且一个老人的墓地能有什么稀释珍宝 对方置于盗墓吗 于是老徐对所有亲戚进行了排查 上至爷爷奶奶 下至侄子外甥 势必要将对方抓住 可是排除许久 却没发现一个人存在嫌疑 为了找出嫌疑人 老徐只好叫来大家开诚不公地商量 原来因为墓地位置的原因 在去年的时候 老徐就打算将太奶奶的祖坟迁移到一处风水宝地 因为大家你来我往的原因 自己也没有和亲戚们见外 求助了亲戚们帮忙迁闻 说起老徐的家族历史 在建国前也算得上是富贵人家 只不过经历了战火的洗礼 慢慢走向衰退 但老祖宗的传统还是被他们这一辈延续了下去 这也是老徐要将太奶奶祖坟迁移的原因 谁知竟然惹来了盗墓贼 为了保护祖宗留下的陪葬品 老徐和亲戚们商讨 先将陪葬品拿出保管 等到太奶奶坟墓被迁移完后 再一同下葬 这个方案也被亲戚们认同 之后几人便挑选了一个两到即日 开始了迁闻仪式 然而 挖出的陪葬品却让老徐等人傻了眼 他们挖出了什么宝贝呢 湖南一乡村男子本想迁移祖坟 却意外获得珍贵文物 专家鉴定后 要求男子将其上交 男子为此不乐意了 为何男子祖坟的陪葬品要被上交呢 老徐曾在不久前遭遇盗墓贼盗墓 好在发现及时 才避免了祖坟被人损坏 可是考虑到对方可能不会罢休 老徐便和亲戚商讨即可开始迁坟 这一要求也被大家认同 可是就当众人将坟墓迁移的途中 老徐却被老祖宗留下的陪葬品震惊到 然而 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可不是简单的瓷器那么简单 而是一堆价值连城的珍贵宝物 这下老徐家有宝物的事情传到大街小巷 老徐一家为此只能每天派人守夜 毕竟这些宝物一旦被别人染指 他们也对不起列祖列宗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 渐渐的 亲戚们不乐意了 每天不仅要轮流看守 还要防范盗墓贼的到来 与其这样防着别人 不如承早将这些陪葬品卖掉 这样也能让大家的经济条件有所提高 老徐对此提出了反对的声音 可是这件事情毕竟不能由他一个人做主 看到亲戚们都同意卖掉陪葬品的决定 老徐也只好选择妥妥协 于是众人便再次打开了太奶奶的祖坟 将所有的宝物拿了出来 可是他们毕竟也不清楚这些宝物的价值 只好喊来专家进行鉴定 然而 专家到来后 对这些宝物的鉴定 却让老徐等人高兴不起来 原来 老徐家的祖坟中 埋藏的并非昂贵的宝物 而是国家文物 随手拿起的一个翠绿玉镯 都是罕见的质宝打磨而成 这也意味着 即使这些宝物能够被挖出 也不属于老徐一家 而是要上交国家 这下老徐等人不乐意了 声称专家不专业 但文物就是文物 只要是从地下出土的文物 就应该上交 然而老徐就是不愿意妥协 专家无奈之下 只好选择报警处理 好在警方通过多方调查 确认老徐家的祖坟中埋藏的只是古董 并非国家文物 这也使得老徐玄这的心放了下来 事情最终也告一段落